八六把西游记作为一代经典剧集,直到今天还占据着寒暑假时的电视荧幕,为一代又一代人带来了十分欢乐的童年记忆,然而绝大部分观众直到今天才知道,西游记里除了精彩分成的取经故事外,居然还藏着西方的十二星座, 白龙马是半人半马的射手座龟毛啰嗦,但十分臭美的堂香,是超级难搞的丑女座,牛魔王自然是毫无疑问的金牛座,射方看似无厘头的总结,仔细一想却十分有理有据,连两条鱼精凑成双鱼座这件事都一本正经道,让人无法反驳, 但也有不少网友不同意以上的观点认为,单凭形态分星座,还不如去分十二生效更合理一点,那么,从性格来看我们的取经四人组,又是哪几个星座呢? 唐松在取经途中,坚持一种仪表十分暧昧,欲是犹豫爱纠结,简直是天正座的完美代表大师兄孙悟空本领高强,又自视甚高,思维跳脱还有一点多动静,怎么看,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水瓶座,而贪吃耗死,大大咧咧的八戒,一定是天生乐天的射手座,至于我们勤勤恳恳。 感谢观看